这是博物馆保存的录像资料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 作案时间准确 盗窃目标准确 可以认定是疫情内外勾结的盗窃案 明白 严加控制 是 严加控制 是 严加控制 拿着你的皮箱 跟我下车 张科生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 1982年的夏天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西南地区的春城市博物馆 发生重大盗窃案 68件珍贵文物遭盗窃 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长海洋接到报案后 迅速带领公安人员出警侦查 根据现场勘查 博物馆陈列室的一扇窗户被人撬开 现场找到了几枚脚衣 通过足迹布袋分析后 初步判断盗窃者是个身高一米八的成年男性 对方撬索手法老猎 可能是一名盗窃冠犯 警方只在案发现场遗留的一件装文物的锦盒上 发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 公安人员根据现场遗留的指纹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一名有前科的盗窃冠犯张昆生 对方外号叫做张巴黎 曾经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劳改 几个月前才刚刚出狱 恰在此时 公安人员又接到匿名举报 嫌疑人张昆生正携带一件神秘的红色皮箱 计划乘坐火车逃往广州 海队长立刻带领两名侦察员金凤铭与石秀林出动 迅速逮捕了嫌疑人张昆生 但让公安人员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打开红色皮箱的时候 里面并没有尸窃果宝 而是一箱骇人的毒蛇 这桩离奇实案的背后 显然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博物馆盗窃案发生以后 海队长首先找到了博物馆的文馆长了解情况 根据文馆长介绍 实际的文物当中 最珍贵的一件是西州时期的寿面顶 这件文物的出土轰动了海内外 春城博物馆刚刚接到上级通知 半个月后将有一支外国专家团前来参观考察 其中寿面顶 正是这次中外专家团研究的重点对象 考虑到事关重大 交集的文馆长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 案情紧急 海队长立即投入到侦破工作中 根据文馆长提供的信息 文物失窃当晚 博物馆原本是由一名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研究员留下值班的 只不过在当天下午 博物馆的研究员林金生因为不放心 主动申请顶替值班工作 根据女侦察员金凤明的调查 林金生是位归国华侨 过去是考古学家 他还有个儿子林汉留在国外经商 老林一位新系祖国 几年前带着妻子一起回国定居 被安排到博物馆做研究员 林金生进入博物馆工作以后 一直兢兢业业 可在案发当晚 本该留守值班的林金生 却在半夜一点的时候擅自离稿 才导致盗窃案的发生 警方询问了林金生 对方解释说 他当晚值班的时候 突然接到医院来的电话 有人告诉他 妻子突然发病被送往医院急救 让他尽快赶到医院 林金生收到消息后急忙赶往医院 结果人走无空 没过多久就有人翻窗入室盗窃 金凤鸣根据掌握的线索和疑点 认为博物馆内部有人串通诉案 目前嫌疑最大的人 自然是擅自离港的林金生 因此建议将审查林金生 作为调查的突破口 很快 金凤鸣通过跟踪调查林金生 发现对方近来经常出没于城内的交易市场 此外刑警石秀林也查到 案发三天前 林金生曾受到一封广州转发来的海外电报 根据这些线索 金凤鸣断定林金生有重大作案嫌疑 对方正在给失窃的文物寻找买家 与此同时 警方的技术部门对案发现场 一流的指纹做了分析比对 重点调查了一些有前客的盗窃惯犯 最终锁定了一名叫做张昆胜的盗窃犯 对方外号叫做张巴林 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九年 半年前才刑满释放 但当公安人员赶到张巴林的住处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已经不知所踪 通过走访隔壁邻居后 正式案发到晚一点钟左右 张巴林曾突然离开家 而根据张巴林的住址 到博物馆的距离推断 对方很可能就是潜入博物馆盗窃国保的嫌疑犯 经过调查 张巴林一夜没回家 去向不明了 离家的时间 一点十分左右 我实践了一下 从博物馆到张巴林家 大约需要十八分钟 这么一算 这正是作案的时间 公安部门查到嫌疑人张巴林之后 海队长立刻下令 对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进行严查 不料警方前脚查到嫌疑人 后脚就接到匿名举报电话 举报者声称盗窃犯张巴林 正准备坐火车逃往广州 被盗文物都装在一只红色皮箱里 接电话的女公安金凤鸣 询问举报者的身份 可对方又突然挂断了电话 海队长当机立断 让人调查了这通匿名电话 是从什么地方打过来的 从而得知电话 是从火车站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于是海队长立刻带领金凤鸣和石秀林一起 驾驶摩托车赶往火车站 但当三人抵达车站的时候 这趟开往广州的列车已经出站 三人立刻驾车沿着铁路方向追赶 最终在列车抵达下一站之前追上了火车 海队长三人上车以后 对车厢内展开盘查 果然发现了乔装混在卧铺车厢的嫌疑人张巴林 面对公安人员的质问 对方时刻否认携带有红色皮箱 只是同车厢内一位小女孩 主动向公安人员揭发书 张巴林携带的红色皮箱 就藏在卧铺的座位下面 潜逃的盗窃犯张巴林被逮捕 经过审讯后 对方承认了盗窃博物馆的罪行 但是根据张巴林所说 他是受到一名带金丝眼镜 总是抽着烟斗 刘胡子的神秘老头的指示 张巴林自从出狱以后 过得十分落魄 恰好神秘老头主动找上门 用重金做报酬 让他去盗窃博物馆 并承诺会给他制造变异作案的机会 张巴林正愁没有发财的门路 禁不住对方的利用 便答应重操酒业 他根据对方的吩咐 在案发当晚潜入博物馆 偷走了一批珍贵文物 海队长听完张巴林的交代后 拿出林金生的照片让他指认 根据张巴林的口供 指使他的神秘老头戴眼镜 抽烟斗的特征 都跟嫌疑人林金生相符合 但是张巴林遇到神秘老头那天晚上 因为天色昏暗 对方又戴着帽子 他没能看清对方的脸 因此对于照片上的林金生 只是觉得外形有些像 却不敢肯定是不是指使他的神秘人 海队长又命令张巴林 打开携带的红色皮箱 张巴林却推出自己手里没有钥匙 海队长让金凤鸣找来一把 开锁用的万能钥匙 打开了皮箱锁 然而在开锁的时候 金凤鸣却听到皮箱里 传出奇怪的嘶哑声 怀疑的海队长命令张巴林 过去开箱子 却没想到 当皮箱被打开以后 里面和人装着几条剧毒的眼镜蛇 好在海队长反应迅速 眼疾手快的 他将手里的烟头丢向毒蛇 金凤鸣趁机合上了皮箱 公安人员抓捕了盗窃博物馆的 嫌疑人张巴林 不料对方随身携带了皮箱里 根本没有丢失的文物国宝 反而装着几条毒蛇 女侦察员金凤鸣认为 张巴林是故意搞鬼 海队长追问他是否还有所隐瞒 张巴林这才又向公安人员 坦白的自己坐车去广州的原因 根据对方的交代 案发当晚张巴林作案得手以后 本打算带着装满文物的旅行包逃回家 不料在半路上居然遇到了一名拦路人 张巴林认为对方是想要黑吃黑 跟陌生男人动起手来 拦路人只是轻蔑一笑 三拳两脚就将张巴林打倒在地 并威胁他听自己的安排 张巴林被蒙住双眼 带到了一所偏僻的小屋 对方逼迫他喝下了一杯冲好的麦入精 结果喝完没多久就昏睡过去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张巴林才被男人给叫醒 对方将文物全部装进了一只红皮箱后 又塞给他一千元的钞票 让张巴林带着红皮箱坐火车前往广州 到时会有一个美艳女郎来接他 只要他将箱子里的东西交到对方手上 美女不仅会再付给他两千块钱 还会陪他私婚上几天 贪财好色的张巴林见有力可托 便立刻答应下来 只是拦路人并没有将红皮箱的钥匙交给张巴林 下车之后会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接你 你还可以跟他混上几天 他会让你心满意足的 咱们丑话可说的前途 你小的要是跟哥们玩名堂 这枪子可饶不了你 哥们 我发誓 你讲交情我中意气 咱们回头见 那好 祝你走红运 钥匙呢 钥匙你别管 走吧 公安局审讯室内的张巴林 交代了自己盗窃博物馆后 又被一名神秘的拦路人威胁逃亡广州 只是对于拦路人的身份背景 张巴林也不清楚 海队长听完对方的交代后 联想到之前接到的匿名举报电话 认为博物馆盗窃案的背后很可能藏有一只幕后黑手 张巴林只是被利用的棋子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这名身份不明的拦路人 年轻刑警石秀林和金凤鸣 对此感到一筹莫展 海队长却提醒两人 可以从皮箱内的毒蛇入手 毕竟这种眼镜蛇在春城并不多见 顺着毒蛇这条线索 警方查到借来在春城市的大观公园 正在举办一场蛇类展览会 海队长带着石秀林 一起来到蛇展会场 根据负责展会的干部提供的情况 几天前的确有人来买过几条毒蛇 对方自称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带着研究所开的介绍信 想要买几条毒蛇回去做研究 海队长检查了那份介绍信 确定信是伪造的 由此正是买山人另有所图 公安人员根据蛇展干部的描述 给买山人绘制了一张合成画像 之后又将画像照片交给被捕的张八脸辨认 只是张八脸却告诉海队长 照片上的男人他过去认识 对方也曾经是一名劳改犯 原来是个汽车司机 后因犯了诈骗罪被判刑15年 跟张八脸关在同一家农场劳改 但是后来听说 对方跟一个流氓重刑犯一起越狱逃走 据说两人越狱的时候 还偷走了一名管教人员的陪枪 女侦察员金凤鸣又问买山人 是不是当天晚上拦路抢走文物的神秘人 张八脸仍旧摇头否认 那么他和拦截你那个人 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 我发誓绝对不是 见鬼 怎么又三成一个买山人 案情更复杂了 金凤鸣和石秀林听完十分泄气 警方还没有查出拦路人的身份 如今又多了一个买山人 案情越发扑朔迷离起来 就在调查现有僵局之时 公文方面忽然接到报案 郊外的西山公园发生一桩车祸事故 一辆面包车在经过盘山公路时发生了测翻 导致车上的两个男人当场死亡 警方在勘察案发现场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装满尸切文物的红色皮箱 因此立刻联系了正在调查博物馆被盗案的海队长 根据警方对尸体的初步勘验 证实其中一名车祸死者正是买尸人 被盗窃的国保失而复得 让海队长等人感到松了一口气 他当即向局长做了汇报 不料没过多久 警方再次接到博物馆的电话 经过文物专家们的鉴定 虽然皮箱内的大部分文物 都是博物馆师前的真品 可唯独最珍贵的西州寿命顶是个赢品 海队长立刻意识到 西山车祸事故背后 很可能是幕后黑手故以为之 想要弃居宝帅转移警方视线 由于案发车辆是外贸局的登记车辆 公文方面便找到了这辆车的司机林银生了解情况 巧合的是 司机林银生正是博物馆研究员林银生的堂弟 根据林银生的说法 车辆出事当天 他的堂兄林银生恰好也在西山游玩 原来外贸局刚刚接待了两名港商 安排司机林银生开车带他们到西山游玩 林银生得知自己的堂兄 因为博物馆被盗的事情 近来整个人情绪低落眉头不眨 便主动邀请林银生夫妇 坐他的车一起去西山散散溪 当天下午 林银生忙着陪港商游览名胜古迹 堂兄林银生却神情一语心事重重 一行人原本计划要去游览山上的华亭寺 只是中途林银生提出想要休息 让堂弟带港商继续游玩 他带着妻子留在车内休息 之后林银生带着港商进入华亭寺游览观光 可没过多久 他又在寺院内遇到了林银生夫妇 对方神色匆忙 说是要找一个在寺内跟外宾兜售文物的贩子 刚才有人告诉我 说有人在庙里向外宾卖文物 让我来 一眨眼不见了 哎呀 阿哥你又上当了 林银生听到堂兄的说法后 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跑到了寺庙外的停车场 恰好看到一名陌生男人想要投车 林银生立刻冲上前阻拦 却被对方打倒在地 这名抢车的陌生男人 正是曾经威胁张八脸的蓝路人 蓝路人与同伙抢走面包车以后迅速逃走 林银生利用外贸局司机的身份 跟附近的一位年轻司机小王 借了一辆轿车 迅速追了过去 作为一名开车多年的老司机 林银生毕竟对山路更加熟悉 很快便追上了面包车 双方在山道上展开追逐 结果意外突然发生 面包车经过一出急转弯的时候 刹车似乎突然失灵 最终导致车毁人亡 海队长又找到借车给林银生的年轻司机小王 对方当天下午一直在停车场内 根据小王的回忆 两名嫌疑犯抢走面包车之前 他曾经意外听到两人的交谈 女侦察员金凤鸣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越发认定幕后黑手是林银生 对方既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又是归国华侨 完全有机会跟人串通监守自导 此外警方的技术部门 对事故车辆做了详细检查后 发现面包车的刹车系统 曾经被人动过手脚 金凤鸣据此推转 林银生先利用张八连 盗走博物馆的文物 再指使同伙将文物调包 换成了壮有毒蛇的皮箱 之后主动向警方打匿名电话 扭出张八连这枚弃子 来误导侦察方向 而西山车祸事故 也跟林银生脱不开关系 对方显然是为了杀人灭口 故意制造了这场车祸 因此金凤鸣建议立刻逮捕林银生 只是办案经验丰富的海队长 听完仍旧不知可否 他反问金凤鸣 如果幕后黑手真的是林银生 对方既然是一条如此狡猾的老狐狸 又为何会在作案得手以后 处处留下指向自己的疑点和线索呢 在侦破工作中 任何一点细小的事物 都可能使破案失掉一次良机 做一个侦察员 有的时候呢 就要像张飞一样勇猛 而在另一种时候呢 就比绣花女还要细心 春城博物馆文物被盗案发生以后 种种线索都指向了博物馆的研究员林银生 然而负责办案的海队长 却没有轻易被幕后黑手所误导 他提醒金凤鸣和石秀林等年轻刑警 不要被案件的表象所误导 并吩咐他们对林银生展开监视 没过多久 警方忽然接到消息 林银生向博物馆请了假 自称要去广州探亲 这天上午 林银生带着一只红色皮箱 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海队长乔装扮作一名乘客 跟林银生坐在同一节软卧车厢里 途中林银生吃下几颗胃咬后 突然变得面色惨白 开始口吐鲜血 海队长见状立刻呼叫救援 将昏迷的林银生送往医院抢救 好在救治急时 林银生顺利脱离了危险 经过医院方面的化验 造成林银生昏迷的原因是药物中毒 在他服用的胃咬中 被人掺入了毒药 经过进一步调查后 公安方面排除了林银生身上的嫌疑 博物馆文物遭盗窃以后 林银生认为是自己擅自离港 才导致文物被盗 处于戴罪理工的心理 才一直出没于交易市场 寻找兜售文物的贩子 想要通过销赃渠道找回失去的文物 西山翻车事故发生当天 也是买山主动找林银生搭讪 向他提供线索谎称有人在华庭寺贩卖走私文物 从而进一步坐视对方身上的疑点 至于他这次临时去广州探亲 是因为突然接到儿子发来的电报 本来在广州参加展销会的林汉突然感染重病 林银生这才急匆匆的赶往广州 由于林银生的未要和车票 都是托堂地林银生购买的 这让海队长对林银生产生了怀疑 于是公安人员对林银生展开了暗中监视 查到外贸局最近有一批货要运到边境小镇 出车司机当中恰好就林银生 海队长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制定了一套引蛇出洞的侦破计划 这天上午林银生开车前往边境的路上 偶遇了外出公干的海队长 对方因为汽车故障抛锚 而坐上了林银生驾驶的054号外贸卡车 经过边境检查站的时候 边检人员对054号卡车进行了仔细检查 却一无所获 趁着停车检查的机会 海队长悄悄询问了边境检查站的工作人员 今天除了林银生的车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外贸局的车辆经过 结果得知外贸局还有一辆049号运货卡车经过 海队长认为林银生很可能是想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对方肯定还会有动作 因此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主动与林银生握手告别 黄昏时分 海队长一路跟踪林银生的车辆 抵达边境附近的绿草坝镇 夜晚林银生跟049号卡车的司机刘明一起 住进了镇上的一家温泉旅馆 林银生趁着泡温泉的机会 跟司机刘明打听经过边检站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检查 刘明吹嘘说自己跟边检站的检查员是老同学 他每次出车经过从来没人检查 林银生听完这才放下心来 另一边 海队长也悄悄住进了同一家旅馆内 暗中监视林银生和司机刘明的活动 此时刑警石秀林带来了上级发挥的重要情报 在境外有一家名为巨蟒公司的文物走私集团 活动猖獗 刚刚派来了一名代号美女社的核心人物潜伏入计 怀疑就是来接收春城博物馆失险的西州寿敏顶登 此外石秀林通过被西山翻车事故的两名死者展开调查 证实另一名死者就是从劳改农场逃走的流氓犯 对方过去练过功夫 应该就是负责弄音张巴林 将文物调包的蓝物人 海队长听完石秀林带来的情报 认为林银生就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但是当务之急是要确定 林银生将西州寿敏顶藏在了哪里 于是海队长悄悄找到旅馆的歹足女服务员与班 请他出面将司机刘明单独支走 带到海队长面前了解情况 根据刘明的说法 这趟出车之前 同行的司机林银生突然送了一张电影票 请他去看电影 还主动答应替他装运货物上车 当时电影很快就要开场 刘明顾不上检查车上的货物 就急匆匆的赶往电影院 海队长听完司机刘明的说法 猜到林银生是想要偷梁换柱 悄悄将寿命顶放在了司机刘明的车上 利用对方和边检站工作人员相属的关系 从而蒙混过关偷运国宝出击 与此同时 林银生躺在床上迟迟难以入睡 看着手上一家三口的照片 陷入了回忆 当初林银生因为在国外犯罪 而逃回了国内 境外的文物走私集团 控制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借此威胁控制林银生 不久前 林银生想办法盗取春城博物馆的西州寿命地 事成后可以送他去国外跟家人团聚 林银生这才铤而走险 策划了博物馆的盗窃案 黎明时分 林银生鬼鬼祟祟的偷走了司机刘明的钥匙 打算开走049号卡车 带着国宝逃走 殊不知 海队长和刑警石秀林早就埋伏在附近 暗中监视着林银生的一举一动 眼见林银生打算潜逃 海队长当即险身 双方在停车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最终 阴险狡猾的罪犯 被英勇的海队长给制服 公安人员从车上搜出了失窃的西州寿命地 证据确凿之下 林银生交代了全部罪行 他受到美女蛇的指示 先是拉拢两名月鱼饭入伙 再假扮成堂兄林银生的样子 售卖张八连盗窃博物馆 借此故意栽散林银生 误导公安人员的调查方向 接着由制造车祸事故 从而又是林银生坐上前往广州的火车 并计划在火车上毒杀林银生 如今案情真相大白 公安人员也从林银生口中 得知了他与美女蛇的交易时间和地点 故事最后 国外派来联络的美女蛇也被抓获 国宝也失而复得 这桩曲折离起的蛇案 终于圆满高破 林师傅 想不到吧 你们两个又在这见面了 再走 电影实案拍摄于1983年 由峨眉电影厂拍摄完成 本片是80年代轰动一时的悬疑侦破片 于1983年的12月上映 观影人次高达1亿2000万 仅次于同年的反特电影《兰顿保险箱》 影片的成本只有46万元 上映后发行拷贝212个 为影厂实现盈利111万元 是当年峨眉电影厂第二赚钱的项目 说到这里顺带一提 峨眉电影厂当年最赚钱的电影 是与香港公司合派的功夫片自古英雄初少年 该片的主要投资是香港电影公司 因此额影厂只投资了2.7万元 但是盈利却高达100万 《十岸》的导演郝伟光 是额影厂的老导演 编剧王家明是云南一座的知名作家 同时也是一位专注于惊险悬疑剧本创作的编剧 此前推荐过两人合作的另一部代表作《深谷诗饼》 演言方面 本片采用了当时公安电影流行的老少佩搭档 主角海队长的扮演者 是夏洛妈李平 他于1979年考入俄媒电影制片厂当演员 此前推荐过他主演的《悬疑电影前影》和《蜜月的阴谋》 反派张巴脸的扮演者《途中如》 也是俄影厂的著名演员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十岸》中的案件设计和侦破过程比较简单 角色逻辑和悬疑戏份也有一定影伤 但在当年而言 这部电影却是国产悬疑警匪片领域的里程碑之作 此片之前 国内荧幕上的公安电影 仍旧以反特电影和伤痕题材为主流 代表作是戴手铐的旅客与405谋杀案 相较于早期公安侦破电影 《十岸》既没有反特元素 也没有伤痕反思内核 这种纯粹娱乐片的创作理念 放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惊险片领域 可谓一大突破 影片中的案件涉及了反走私与文物盗窃 影响了后来诸多同类型电影 电影以《十岸》为标题 整个故事都以蛇作穴道 除了乡中藏毒舌的设定外 片中的文物走私集团 叫做巨网文物公司 反派接头人代号美女蛇 博物馆研究员林金生抽的烟斗 也有蛇形雕刻 如果按照影片剧本设计的结尾 影片最后其实还有一层反转 当公安人员抓捕幕后黑手林银生之后 不料对方竟然被一条毒蛇咬死 造成故事假然而止的开放式结局 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蛇元素贯穿 整个案件侦破过程 只是电影在拍摄时 导演对剧本做了二次修改 省略了不少剧本中的细节 此外 编导为了吸引观众 在叙事层面尽可能让情节复杂化 将悬念和侦破作为叙事的重心 整个故事发展一波三折 每当公安人员找到案件新线索的时候 就会出现新的转折 借此增强故事的悬疑感 同时还在影片风格上追求其关系 比如出现了飙车镜头 结尾还有激烈的枪战场面 尽管是安上以后 市场反响非常好 但在当年却引发了很大舆论争 因为根据当时的电影创作审美 即使是这类惊险娱乐片 背后也要有着严肃的教育 警示意义和现实主义表达 类似于流行的红色谍战片 或是伤痕反思电影 都可以视作当时的主旋律电影 而蛇岸因为过度追求娱乐效果 被批评胡编乱造 当时的不少杂志影听 都对这部电影大家批评贬低 认为这样的娱乐片风气必须遏制 但是观众的反响 却证明了影片的影响力 由此带动了各大制片场 争相拍摄此类悬疑犯罪片 因此从类型探索的角度来看 蛇岸无疑是当时 国产侦破电影领域的先驱之作